今天進球場就直接訪問了 所以也沒有太多時間有感覺 那當然會不一樣啦 因為身份不一樣 一定會有很多的想法不一樣 這也不算緊張 也或者是壓力 就覺得好像是打國際賽的感覺 那個時候感覺就沒有什麼 太多的想法 那因為可能 都只專注自己要怎麼幫助球隊贏球 所以自然而然很多感覺 會比較沒有那麼的深刻 就思維上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畢竟在二軍大家都知道 就是跟球員退休之後 那就會給予我任務去 二軍把這個農場制度建立好 然後現階段都已經上軌道 當然也 嗯 在收到消息之前 所有的想法都還是以 怎麼去培育 年輕選手的想法為主 重要 就資料上就不一樣了 因為資料 數據的資料有些是跟在一軍的資料有報告 有些是有不一樣的想法和規劃 那當然一軍都是以營球為主 那我們還是要必須往自己球隊所設立 年初所設立的308為前提 來做規劃 所以一定會有更不一樣的心情和想法 當然壓力一定會有 那也沒有太多的選擇 然後自己盡力去做好新階段 把專注在這個方向的想法去做 其他的 畢竟這個 這個戰場上是 馬上要面對的 所以我必須 我還是必須先把心情和想法轉換在這個 戰場上 才是現階段的重點 其實事實上我自己也沒有想過 會用這樣的方式接下來 有問過自己 如果有一天會當總戰 我想應該不會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今天已經碰到 那也沒有太多的選擇 那我覺得自己 現階段還是怎麼去讓球隊 拿下勝利 然後完成目標為主 是大概講了幾句話 那最主要是尊重 尊重彼此 然後尊重教練團 然後尊重隊友 然後尊重支持你們的球迷 和尊重球隊所設立的規定 風格 因為我也受過日本教練教育過 那嚴厲的日本教練團 神言教練 那我也自己有去 在當農場主管時期 有去日本參訪 那也有去美國參訪 那我覺得缺席 我覺得各自有各自好處 那怎麼整合 出屬於比較適合我們台灣選手 和台灣球隊的風格 這才是重點 慢慢去規劃 然後慢慢去做 來讓選手 往更好的方向走 我選擇86號 然後86號是自己 當然大家知道我8月6號生 每個人出生 一從出生開始就開始 接收跟學習新的思維 新的想法 和新的資訊 那我選擇的這個號碼 也希望說自己能夠保有 好的傳統 然後也不忘要接收新的資訊 新的思維 來有更好的事業這樣 我覺得這是由球員自己去感受 那你說又希望球員能夠有怎樣的看法 我覺得由球員來發表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我自己 是覺得說自己希望 能夠接收到更多的 資訊交流和意見交流 然後幫助球隊做出最好的判斷和決定 來為球隊拿下今年三連榜